大家好,我是Den 在FT Island的全民男去声色场所找小姐事件曝光后 目前已从出现中的书堆下车 并决定不参加10月2号预定的GMF活动 甚至在台湾的演唱会不露面等 目前的舆论非常不好 但是队友以借二连三 一次是护航全民男的发文 受到了网友们的强烈指责 10月25号 以后已在网上发文 这是两人的私生活 结果却变成这样了 错误是要承认的 也该低头道歉 但我们也不应该这么轻易全盘相信一切 我还是要守护下去 坚持下去 这才是我们吧 我能做的就是在风雨中顶着石头继续前进 以后已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全民男的名字 但文中提到了两人的私生活 因此网友们确定 文中指的就是雨林汉全民男 许多人认为 他写的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轻易全盘相信一切 应该就是在为全民男说话 以后已的这个贴文 马上就收到了非常大的指责 而因为这一遍的真的很大 以后已删掉了这个贴文 但是 一位粉丝在粉丝论团发文 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解露内容的真实性 而在于一位以为人父的人是否涉及性交易 而针对这一点的证据已相当充分 警方也已展开调查 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等待的 希望能明白 没有人会支持一个频繁出入性交易场所的人 今天的表演辛苦了 休息之后好好思考一下吧 对此以用已回复 如果不是性交易 也不是性交易场所的话呢 你能为现在所说的话负责吗 目前在韩网 几乎是迎面倒的对以宏迪的发言负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这是反过来威胁和压迫粉丝吗 粉丝指着希望他能再重新考虑一下而已啊 宏迪到底怎么了 宏迪啊 拜托你还是过好你自己吧 为什么要这样呢 拜托你安静点吧 你到底怎么了 一直以来都觉得你是个有分寸的人 在录音里 他为什么要求了两只牙刷呢 如果是真的你会负责吗 你到底打算什么 怎么一直插手人家的夫妻问题 即使说不是性交易场所 但这会有什么不同吗 你的意思是 已婚的朋友可以找小姐玩在一起 把家庭泡在一边吗 这样就没问题了 真的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粉丝 就算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可以用更委婉的方式吧 这样做难道是想跟粉丝对着干吗 到目前为止 依然和粉丝之间进行这种较劲 从来没见过有好的结果 对于永逸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在前几天 人川机场公社曾表示 从28号起 为了确保一般旅客的安全 计划在一人出国时 允许其使用原本工机组人员 机师以及外交人员等 公务人员通息的专用出入口 并为此制定了相关程序 当时有网友们批评 这是一人特权 人川机场公社则解释说 这不是为了一人 而是为了应对现场的混乱状况 确保机场旅客及一般使用者的安全和便利 但是10月27号 人川国际机场取消了这项计划 人川机场公社于27号表示 原定于28号实施的 针对引发大量人群聚集的名人 设置专用出入口程序 将不再进行 不过人川机场公社表示 针对此前由航空公司机师和空服人员 使用的出入口 如果有使用需求 可以提交申请公文 以便获得使用许可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艺人们只是低调出国 谁会知道呢 戴上帽子和口罩就没人认出来了 他们自己把行程公开的一清二楚 才闹得这么张扬 才会变成这样不是吗 不要再搞什么机场时尚之类的了 又不是去为国家服务 为什么要设置专用出入口 疯了吗 又得到服装包包的赞助 又不想被粉丝们骚扰 看到在机场不亲切的艺人 真的觉得非常自私 所以对于国际机场设置 名人专用出入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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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